看双方如何开场 红林峰 2015年驻身之战 八强 波球 世界泰拳王子 泰拳王子 波球还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看看他做的所有的动作 还是 这些的试探 就显露出波球这种大将之风 是的 非常轻松 非常流畅的这种试探的转换 非常的放松 但是又不轻浮 稳健 孔林峰 孔林峰也是在不断的寻找试探 是的 孔林峰是曾经在孔林峰南京战 一分 39秒在第三回合 可有乌兹别克斯坦的拳手 苏曼贝克 波里波夫 而且2015年 波林峰的驻身之战八强 好 不求一个高扫梯 孔林峰的后手直拳命中 但是这个拳比较轻 这场比赛 第一个回合真是 给暴风雨之前的寂静 双方的试探 虽然出招 很多 但是呢 都没有完全的发力 现在两个人开始互换拳 第一扫梯 董林峰 非常的敢打短听 抑制非常的玩强 非常重的 中高段的扫梯 波球的腹部的击挡 老扫梯来自于波球 吸击 这是一个变现的这种动作的转换 正能腿来自于波球 飞吸 非常的快 飞 让两个人分开 然后这时候 孔林峰开始 孔林峰是多了多次的空拳 波球的腿法 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连续的正能腿 曾经让K1的前王者 磨砂豆吃进了骨头 还有之前 在孔林峰的赛场 也是连续顶兮 击败了中国的弘兴者护贿 非常重的高扫 看似很轻 但是落点 极为的重 身体的打击 再次的高扫 好 第一回合比赛 全场非常的寂静 好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孔林峰还人试探 后手的重拳 击击 波球要做一个 转身的半摔 孔林峰是一位反架的选手 所以说他的后手拳 哎呦 这个是非常不明智的 不要把这个背 给波球 中段扫踢来自于波球 中拳来自于孔林峰 孔林峰的后手拳 刚才是打中了 高扫 波球的这种高扫踢 也是对于孔林峰的后手拳 就是左手的重拳的遏制 前腿的扫踢 波球在踢拳的这个距离啊 他的防守可以说真是大道质检 大道层检 看似简单的格打 但是绝对是非常的有效 波球的拳反的连击 波球的这个躲闪也是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冷静 只是往右边错了大概三到四公分 就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精确的躲闪掉了孔林峰的重拳 重拳击负来自于波球 现在孔林峰有一些被动 孔林峰啊 因为他的左手也就是自己的后手拳 刚刚是被一系列的 延续的现在是波球的重拳 命中孔林峰 可以注意观察 这个是这个是西级好像打的有点低 被打到当固的选手呢 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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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星可以在双方缠暴的时候 可以去观察 波球的这种连肖带打边卸劲边组织进攻的 是的 非常熟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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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现在波球开始不断的向前压进 孔玉中的两个人开始刹罚对攻 孔玉中的后手先以他的左手中前还是波局杀伤的 高扫 低扫 全阀 波球的半摔 这个太可怕了 孔玉中已经被逼到了绳 逼到了绳脚现在波球开始联系的用重细和重拳压制 波球现在是不打算让孔玉中出了这个脚 击击 哦 波球呢也是对于刚才的这个实际的把控啊 也是觉得孔玉中把控非常的好 孔玉中现在是 心里一看也是没有什么包袱 放开去打了 孔玉中连续的正正腿 好第二回合结束 可以打了 别打了 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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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一下 通一下 撕 撕 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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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场面上来说啊 波球从前两回合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第三位看到双方都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过去我开始做连续的腿部的踢击 是他前腿干扰 对方支撑腿后腿连续的直接起高扫踢的进攻 高扫踢的 没他的快 再来高扫 踢击 非常的快 这种隐蔽性非常强的高扫踢 过手先来追波球 正正推 延续的正正推来追波球 撤踢 顶席 我看到波球的这种闪身摔是非常的显手 波球的这种摔法即便是如果是进入到MMA的领域 也会有他的优势 是的 反边拳 漂亮的后手迎进 红林峰 再高扫踢 如何反扫 再高扫踢 实验比武器 非常的危险 波球的连续进攻能力 实在是太可怕了 现在的时间不多了 其实孔林峰可以放开一搏 现在贴身缠抱的时候 孔林峰是比较主动 实施露爆 而且贴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紧 来遏制波球的重期的进攻 找扫踢 丁锡 再次发挥前手拳打到 可能孔林峰也是有打到波球 但是波球继续保持自己的进攻 高扫踢 这个假动作非常强 也非常用这种冲撞的西装 我们要做一个起跳的转身后登 但是被波球是以高扫踢来迎进的 在转身的边圈 比赛还有16秒钟 孔林峰可以放手一搏 很波球的反面圈 波球的高扫踢 比赛结束了 三局啊 三个回合孔林峰可以说是顶住了压力 这场比赛 孔林峰 三局打满 波球的回法 特别是连续的高扫踢的能力 "? 二续川 以内蒙 Bakyao Bun Chumay